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去撤的啊 你给我回来 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什么人啊这是 这么患的路 骑哪儿不好你都撞了我 看来啊 你比我和你爸有出息多了 谢谢啊 先生 你看得懂图纸啊 你也是做建筑设计这一行的 这图有问题 到了 就是这个 这里就是居易的工作室 来 喝点水 谢谢 不要客气 坐好 其实吧 整体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季节上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你看 就像这里 还有这里 跟这儿 那 你会改吗 如果给我看到整套图纸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没时间了 只有今天晚上 时间那么紧啊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哦 你好 我叫秦莫 我叫方大鹏 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你是建筑师吗 这个不好说 什么意思 我老是告诉你吧 其实 我之前昏迷了好几年 最近才醒过来 对于以前的很多事情 我都没有记忆 我连我自己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记得了 但是真的很奇怪 我看到这些图纸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 对于建筑设计非常的了解 但是你问我 到底是不是建筑师吗 我 真的不好说 你可够坦白的 那么专业的事 骗你也没用啊 不过啊 我感觉你能发现这个图纸有问题 就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一定是个专业的设计师 你知道这份图纸是谁做的吗 巨翼集团的老板欧阳腾 巨翼集团你知道吧 不知道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 巨翼可是现在国内 甚至全亚洲 最大的建筑设计集团 业务遍布全球 老板欧阳腾 是当年全美华人设计比赛 得第二名的高手啊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 我现在在找工作 如果今天晚上 你帮我把这份图纸改出来 明天验收成功 我就录用你 那这样我回去试试 别别试啊 我可把我的未来都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做到啊 你怎么来了 他们应该都很听你的话吧 相属时间长了 自然就听话了 他们都很懂事 我今天碰到月月 她跟我说了很多 月月说什么你千万别信啊 松松 月月说得对 我真的是欠你一个道歉 你不计较够啊 那是一个大度 可是我也不应该这些年 了无音讯 不管那天晚上是否是错误 作为男人我都不应该了 丁桥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行吗 我这次回来 我又把你的生活搅乱了 我还以为燕朗是我的儿子 我还天真的 认为我可以给她一个 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根本没有顾虑你的感受 只要把燕朗从身边夺走 都已经过去了 松松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轻描淡写的 一句过去了 你就不会像别的女孩儿 那么记仇吗 没有必要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的心里一直都是那么平静 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能想什么呀 我又不像你 我要照顾燕朗 我要让他好好地生活 我没有经历背负那么多东西 宋总 我真的是欠你的道歉 该怎么去原谅 我接受你的道歉 如果没有别的事儿 你去工作吧 不再奢求在你身边 陪你去度过每一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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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一只飞蛾 在寂寞萦绕的夜空中 飞过爱曾停留的角落 最后这段翅膀跌落在深远景 无处去闪躲 你把所有誓言所有诺言 藏在手中 化成你把火 燃烧我的认真 我的执着把我变成一只飞蛾 你来这儿干吗 这是我的电话 我想了就来 你来这儿干吗 见颜色 对 挺不快啊 我们才刚刚分开 你们就迫不及待地要见面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呀 我不想跟你解释了 林强 你永远站在我的立场上口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 都是假的 你有没有想过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那你为了要跟我在一起 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那你知道吗 你这样想我 我承认 有些事情是我做错的 可是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因为你 林强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更在乎你连眼所都不行 苏琪 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很累 我承认我 我承认我 我承认你 我承认我 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 你一直飞走 再终缝热的夜空中 你后爱曾经遇到你 好了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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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琪 刚才我都看你了 你是说灵乔是吗 爸 他就是来跟我说声抱歉 你别解释了 我今天来就是要收回宠物店 这就太多了 让我救人在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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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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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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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走 什么事 慢点 慢点 您走 慢 来 慢点 来 来 快来帮忙 帮忙 帮忙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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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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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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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他怎么那么傻 看到那种情况那么危险 很有可能就会 我刚才 没想那么多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 可是你要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傻事了 好吗 苏琪 你干什么 你问我干什么 你干了什么 可是我问你 我们分手是不是因为他 你说不是 现在呢 现在你还敢说不是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没关系 你跟谁在一起 你以后能跟他在一起 还有你 你 苏琪 你干什么 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我就是喜欢他 你满意了吗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你给我走 我饿你了 我爱你了 我要你了 好 蘇蘇 你別太在意 剛才她說那些話 為什麼會就這樣 我真的不想這樣 蘇蘇 蘇蘇 你走吧 你走啊 你走啊 別在那兒 不要在那兒 走 走 蘇蘇 你們回來了 回來了 媽 媽 我告訴你啊 琪莫叔叔 她找到工作了 是嗎 什麼工作 建築設計 你還懂建築設計啊 我今天無意中看到一份設計圖 然後突然發現我自己原來 還懂一些設計 先別說了 菜都涼了 趕緊吃飯吧 來 吃飯了 吃飯了 周月也跟我說了 其实吧 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有的人追求的是金钱 有的人追求的是名誉 有的人一生只追求 一段很好的感情 人生嘛 就是一个追逐的过程 这个我能理解 现在觉得 只是一时冲动 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冲动是错的 它很有可能 就是你内心的映照 说明你喜欢你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它 那就不要放手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就算你喜欢林乔 也不代表 我就会那么轻易地放手 不管我的记忆怎么样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喜欢的人 就是你 你喜欢你 我会不得分手 你会让你 那你开始 算你 你不得分手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 狗狗 你要多吃点知道吗 增加抵抗力才能补生病 来 乖乖的 吃饭吧 小谷 把月安带走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小谷 你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闺蜜 我有困难是不是应该找你呢 没好事 说吧 找我干嘛 我的服装工作室需要宣传 我觉得你的服装工作室 最重要的是设计师老老实实待在店里 别老到处乱跑 你不知道做我们这行就是需要宣传的 让大家知道你的设计美美的 客户就来了 我又不懂宣传 我怎么帮你啊 你不用懂宣传啊 你的工作很简单 做我的模特 帮我拍拍照就行了 我给你当模特 不行不行 我当不了 你行的 你上次传了我的设计 那眼睛四座呀 现在模特好贵的 你这意思是找我是为了省钱 宋宋 就只有你能帮我了 现在模特不好找我 看来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我们换男女空我真的不容易 行了 你别演了 我帮 行了吧 你模特找着了 我这次设计的主题呢 叫两身花 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女装 为此呢我还设计了套男装 作为陪衬 不过我还得找个男模呀 你说上哪儿去找 既不用花太多钱 又发型国际范儿的男模呢 宋宋 我刚做了一点菜 给你带了一番 还是热的 谢谢 有了 秦莫 想不想赚点钱呢 想 等一下来我工作室试下衣服吧 来 真是人靠衣装了 穿上我这个大设计师设计的衣服 可气场 简直就是明星啊 一点都不输林乔 试好了吗 那我把它换下来了 好好好 月月 你别拿她跟别人比 忘了谁听着都会不舒服的 会吗 我也没说什么 我也没说什么 我夸她呢 还是林乔好啊 人家大医生会开刀的 人跟人不一样 人家会做饭的 你会吗 找她来帮忙你就少说两句 我还会做衣服 фин 那你给你做事 你给你做什么 都要做了 总的 你必须给她 你帮我消息 你帮我车吧 我给你帮她 你帮我到我身上 其他的天 Gonna 小华 我当然没问题 我还可以顺便赚点钱呢 谢谢 谢谢 太谢谢你把第一次交给我了 宋宋 你真美 这种裸妆最适合你了 配上我这身优秀的设计 简直就是美番了 月月 你这个摄影棚怎么这么冷啊 咱就这条件 你就尖叫讲究啊 其实干这行啊 都这样 都是表面上看着光鲜 不是 你看颜素那件衣服 那么薄 万一它着凉了怎么办 好嘞 好嘞 我来温暖它啊 不冷了 不冷了 小姐 你的真会配 她俩长得真像情侣 你装好了没有啊 我着急呢 好了 来 投低一点 对 好啊 保持住这个姿势 再来一招 不好意思啊 那个风扇能不能先关掉 我这套衣服就是要有风 才能体现出它的浪漫 做模测的 连这一点都忍受不了吗 没事 我可以的 拍吧 来来来 风小一点 风小一点 吹衣服别吹人啊 对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啊 在动作上面啊 亲密一点 要有感情上面的交流 来 看我这边 对 来 互动一下 对 搂着它 女孩子看你的左边 行不行啊 眼睛里面完全没有东西 你们要把自己啊 当作是对方的情人 要有感情上面的交流 知道吗 专业一点啊 我们两个胖开一点 再来一次 拜托 我这是情侣系列 女孩子我拿放身上铐 来 听我指挥 铐上去 铐啊 再铐一点 放松 行不行啊 不拍了 你们两个先进来场吧 来来来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啊 一会儿一会儿接着开啊 你先停 先 先休息一下 你俩得自然一点 自然一点啊 跟俩大铁块似的往这一处 这组送送先拍吧 然后自己热热身 找找感觉 一会儿情报再上 好吧 不好意思啊 休息一下 没事 没事 先休息一下 你放松一点 我 我 我走湿感 我知道你冷 人 人 人 去吧 去吧 不是 去吧 加油 凯文林是受伤不能挨 这我都能理解 但是 你也不能随便我找个 三线模特来吧 你知道我今天请的是谁吗 当今最火的RUCQ 两个人即便不合照 但放在同一个画册里 简直就是鹅干酱配凉茶 太不像话了 我不管 现在马上我找个帅哥来 立马的 老天一 求求你 赐我一个帅哥吧 求你了 小杰 秦莫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来帮月月拍照啊 你帮月月拍照 这周月月脑子什么时候开窍的 他照给服装拍照 他都没告诉我 你说你拒绝我帮周月月是吗 你怎么这么长一气啊 不是 月月她那边是拍合照嘛 她把我和严颂一起拉过来了 不行 你现在马上去化好衣服 化好妆 救我的场 不是 那月月那边还没有拍完呢 谁管她呢 赶紧跟我走 对 很好保持这个动作 下巴收一点 对 非常好 好 我们再来一招 太棒了 好 好 稍微 转一下 转一下 好 不错 不错 太棒了 好 我们就到这儿吧 先休息一下 太棒了 快快快 衣服 衣服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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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但是刚刚那一组真的是太棒了 素素 别会宠物店工作了 来我这儿做的预模特 我一定把你捧红了 行了 你别笑我了 真的 这太冷了 什么时候拍完啊 好 还有一组 等提摩回来我们再拍一组就好了 还有一组 辛苦辛苦 来 先休息一下 去吧 妈 嗯 你秦莫叔叔呢 他一大早就走了 不过他还是为我们准备的早餐 秦莫叔叔真好 是吧 妈妈 是 秦莫叔叔人很好 既然他人这么好 长得又帅 我能不能叫他爸爸呀 他不是你爸爸 方总 秦莫 你来了 图纸我已经交给了欧阳总裁 他非常满意 秦莫 你听到这个消息 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 有什么值得兴奋呢 我只是靠能力吃饭而已 接下来我告诉你这件事 你肯定会高兴 来 公司呢 任命你为设计总监 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一间 独立的办公室 这里是你私人的会科室 将来会给你添置 新的办公设备 还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提计 已经很好了 谢谢方总 欧阳总裁呢 是个爱财的人 他希望你以后啊 可以得到重度 秦莫 有件事情 我得提醒你 这个行业啊 竞争非常激烈 到处都充满了跟风 飘窃和陷阱 甚至是商业间谍都无处不在 你这个位置啊 非常敏感 所以我不希望你和公司的其他员工多接触 谁都不能保证 他们有没有问题 你以后的日常工作 就是专心完成我交给你的设计任务 至于其他的事 我会让别人处理 你能做到吗 应该没问题 好 请莫的新身份证明办得怎么样了 有点麻烦 但是您放心 我已经拖了人了 花了点钱 相信很快可以办脱的 好 主持人 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 很好 听说这个秦莫失忆了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找到家人 看样子 是真是意了 你能确定吗 这个 我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就在我隔壁的办公室 就在我隔壁的办公室 走在 陈斌 欧阳 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这个项目 特别有意思 这个项目工作量很大 我觉得你交给项目部的人处理吧 你是老板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清理清为啊 我觉得这个项目 全部都用环保材料 应该很有发挥空间呢 好的 你喜欢你就去做 好吧 我想找你聊一下 咱们聚意私有化的事 等私有化之后呢 我就继续做好我的设计工作 管理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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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欢迎加入我们公司 其实我们之前见过 我们见过 什么时候 可能您忘了 就是在医院 陈老先生的病房里 请问我 秦先生是吧 是 你好 我是欧阳涛 你好 对对对 您瞧我这个机型 我们在陈总的病房见过 真是没想到陈老先生 这么快就去世了 陈总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走的时候应该没什么痛苦 陈总是聚意的创始人 是我们华人圈子里 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 奠定了我们华人 在设计行业的基础 只可惜 陈总直到过世的时候 都没有找到他失踪的儿子 是 世事难料 希望陈老先生 早日安息 一定会的 那所以现在聚意 就是欧阳总裁您 全全负责了 说到底啊 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聚意毕竟是陈家的 等陈总的儿子找到了 我就该退位让险了 你觉得呢 秦梦 我不知道 就像您说的 我是个打工的 我只要做好我的设计图 就好了 但是我也很希望 可以早日找到 陈老先生的儿子 那看来 我们是真的要欢迎你加入了 方大鹏跟我说过 说你非常有才好 我看了你上次修改的图纸 特别好 我相信 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谢谢 我今天只是过来看看 没什么其他事 那你先忙 不打扰我 对了 秦梦 我想拜访一下你的家人 我的家人 我希望我的员工除了工作 要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所以我们历来 都有拜访我们优秀员工家人的习惯 我们总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吧 毕竟和睦的家庭 才是员工稳定工作的基础 好 上次在医院看到的孩子 应该是你的吧 还有你太太 一看就是一个美丽大方的女人 如果你OK的话 我想去拜访一下他们 有问题 还是他们应该没问题 好 我抽时间去拜访他们 去吧 我去吧 黄狼 妈 你回来啦 黄狼 思想夜呢 最近 怎么这么认真啊 那是 我以前学习一般 那是因为我想让那些 学习好的同学医码 我要是学习认真了 哪还有他们的位置 我保证 我这次考试 肯定得搬你的前三名 儿子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你别摸我的脸 我没受什么刺激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学习好啊 你学习好我当然高兴了 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啊 没问题啊 真的 是不是 琴墨叔叔跟你说什么了 琴墨叔叔说 等我得了班里的第一名 他就教我画画还有弹琴 你喜欢画画和弹琴吗 我以前花钱让你学你都不愿意呢 妈 你不懂 琴墨叔叔是真心让我懂的 画画和弹琴有多有趣 你看 这是琴墨叔叔画的 是琴墨叔叔画的 等我学会了 我也帮你画一张 我肯定比琴墨叔叔画得还要好好 好 你肯定会画得更好 嗯 儿子啊 晚上我要跟月圆阿姨出去一下 你一个人在家可以吗 可以 反正今天晚上琴墨叔叔会过来 给我做晚饭吃的 真的 嗯 真的 要不然我还是留下陪你吧 有琴墨叔叔在 我才不要让你留下来陪我呢 莫非 臭小子 那我不管你了 那赶紧去吧 走吧 来 黑朗 我走了啊 你乖一点也是给我打电话 是吗 嗯 妈 你今天穿这么漂亮干吗 嗯 嗯 走 哎 你要出门啊 琴墨叔叔 琴墨叔叔你回来了 嗯 琴墨叔叔 我妈妈今天她要去约会 约会叔 今天是我跟月月的闺蜜纪念日 出去庆祝一下 琴墨叔叔 你买这么多好吃的干什么 我找到工作了嘛 就想做一顿好吃的 请大家吃啊 哦 妈 你没口福 我有口福 哦 你有口福多吃点啊 麻烦你了 照顾严了 行 没问题 那 玩得开心点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做好吃的 好 我 我 我 你 突然 你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有事了 那我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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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岳岳呢 她去打电话了 我 苏苏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留个号 今天 是我跟岳岳的闺蜜级接日 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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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好像看着他一个人往外跑了 好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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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我们都在找你 你让我很担心你知道吗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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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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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富叁 我的感觉 是一个奇谜的 exchange 莫非 我爱你 那一些男人 我喜欢你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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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是伤害我吗 你过去做的一切不是伤害我吗 我只是想要回阎朗了 我不会把阎朗给你 我真的是欠你不到钱 如果有一个人像他这样 都肯陪我去死 肯定幸福死了 再多的甜言蜜语 都比不过一个简单的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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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这儿啊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 我就带你回去点休息 好 要不要一起吃点早餐 不 不用了 我 我得回家了 好 那我就送你回去 什么 叔叔 你看见我妈妈了没有 没呢 她不在屋里吗 没有 她房间跟昨天一样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不用担心 妈妈是个大人了 肯定不会有事的 谢谢 那我先上去了 我送你上去吧 不用了 送送 送送 你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什么 叔叔 还是关机 要不我们报警吧 不用担心 妈妈肯定不会有事的 嗯 妈 你回来了 急死人了 妈妈昨天跟月阿姨去喝酒 喝多了 就在酒店里住了 那 妈现在头还很疼呢 那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不用不用 你去忙吧 赶紧上班吧 好 我今天请假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担心了 没事 回来就好 那你赶紧回屋休息吧 好 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送送 你好好休息 把你给我电话 我 我先休息了 feel you bye 快点 起来 你下次给我们 我要去吧 这儿 你会在哪儿 好 你呢 你这儿 这儿 谢谢 谢谢 妈 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不是刚才都说了吗 昨天我喝多了 所以就住在酒店了 妈 以后也不要这样了啊 我和秦宫叔叔都很担心你的 对不起 以后不会了 不让你担心 嗯 好 林医生 严颂他需要休息 你还是早点离开吗 看来秦先生每天很闲哪 有很多时间来照顾他的公子俩 我每天 却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不过今天我没什么事 我再说一次 严颂你的需要休息 你留在这里它不方便 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相比较我而言 你在这儿反而更不方便了 不过相比较我 你跟秦宫叔叔走了吗 没有 他们两个在聊天呢 聊什么 我去帮你聊 我去帮你聊 你什么时候搬走啊 这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秦先生很幽默啊 不知道不知道是干什么工作呢 我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那也就是设计师了 那我们的大设计师 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啊 你只是在跟我说 你跟他们相处得像一家人 但是你可不可以 给他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还有他们想买什么漂亮的衣服 也不用顾忌标签上的价格 这些我都可以做到 我不知道秦金正可不可以啊 那也许我能给的 你给不了 他们似乎 应该要更幸福一点吧 不是吗 妈 你跟我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你不用懂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虽然你们现在住在一起 这并不代表言总就会选择你了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 现在倒不如来一场公平了 没有竞争 我没有那个闲情一致 我没有再邀请你 我只是通知你一声 直到严颂做出了选择 失败的人 就要永远地离开 我要给严颂做点吃的 你要不要留下来吃点 一批其中的 像是刚才一样的 一半的 一批一批 你觉得你怎么不离开 我都要跟你说 我可以让你出来了 你不敢给你 我没有ニah 妈 你家叔叔走了 妈 我想去小美家玩 不行 吃完中饭就去 我现在准备午餐 你先休息一下 谢谢 有空来家里玩 听见了吗 给我 变 下 去 带差不多 第一次去小米家 不带礼物做工夫好的 妈妈给你做了爱心变当 送给小美 为什么秦莫叔叔在家 你非要抢着做变当呢 还是不要了吧 怎么了 准备好了没有 可以出发了吗 带我去哪儿啊 秦莫叔叔正好要去上班 正好也带我一程 谁说要带你去了 自作多情 我还希望你能无法 你会在那儿 不得点 searched的 我快睡觉 我豁疼了 你最早要是 我早要是 你最早要是 我最早要是 你最早要是 行 understand 你最早要是